好 開學了 現在腸病毒正在高峰期當中 很多家長是帶著孩子 搶打腸病毒七行一席的疫苗 但是很多診所的貨員 有些人都被搶攻了 想掉貨也掉不到 一歲半的小弟弟打的是預防針 但腸病毒正在高峰期 小小孩風險高 護理師也不忘提醒 我們最近有腸病毒七行一席的疫苗 它是防腸病毒重症的 開學了很多爸媽 怕孩子感染腸病毒 尤其日前南部出現 首例腸病毒死亡個案 是一名十個月大男嬰 最近自費腸病毒七十一型疫苗 超搶手 沒有預約打不到 腸病毒疫苗爆腸打潮 疫苗貨員有限 不少診所早就被預定一空 目前國內有兩家生產 主要針對兩個月到六歲 自費價不便宜 都要打兩劑 高端兩歲以下要打三劑 以新小姐來說 兩個女兒三歲跟一歲 共要打五劑 一劑四千元 得花兩萬元 如果納入公費就能減輕負擔 身為家長 心聲都一樣 立委洪孟凱也在臉書po文 建議政府盡速辦理公費 腸病毒疫苗 疾管署這樣回應 是不是要納入公費的疫苗的施打 我們會都會去做逐步的一個評估 儘管疫苗無法防護其他 腸病毒型別 難保腸病毒七十一型 不會跟二零一二年一樣 捲土重來 防範這個嬰幼兒殺手 還是得戒慎恐懼 記者林氏達黃石芬 台北報導